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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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嘰 啤嘰 啤嘰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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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葉之葉 跑跑 全瓶動路跑 其實路跑好像花樣很多 有各種的跑 有 很複俠的 永夜跑 我們來看看是誰都在跑步 余佳麗老師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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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憑良心講 看到你們跑路是不是 再看邱教練就覺得她真的 她都不知道 真的跟有差一個 有嗎 有耶 因為我們停不下來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們很少在室內跑 對 而且是攝影機 可是這樣因為有人說要跑 我就不停了 等一下 而且你看起來四肢凋零 對不對 他看起來是不會跑的人 又又白 又瘦 然後 不會 小燕姐 在法國有很多的運動 田徑名將都是這樣子的 沒有 Francais 對 四百公尺跟八百公尺 都是像她這樣子 我覺得看馬拉松 最後跑進來的 那都是很瘦痠的 對不對 妳應該是可以跑馬拉松的 應該可以… 是不是 很適合 因為她的腿也夠長 YES 她腿長真的是跟馬拉松有關嗎 可以 對 因為她的擺動的效率 會比一般人好很多 真的嗎 因為她的力弊夠長 所以她的抬腿起來 再加上跨出去的不符 是比身高矮的人多很多 她會更輕鬆一點 我們不要跟她們走 妳看她這麼小牌 妳看她這麼小牌 嚇死人了 妳看一下 是怎樣 是帶錯嗎 等一下 上次王莉亞跟… 賈詠傑 賈詠傑來的時候 賈詠傑已經是很多很多 她 沒有 我沒有昏倒 對 然後這次來不得了 馬上是進步成長了 我真的覺得馬拉松會讓人上癮 我覺得運動應該會讓人上癮 你不是在中學很厲害的嗎 不是 我小時候也沒有帶 這個是 我是馬拉松幫我拿好了 不好意思 聽說你在學校裡頭 你哥哥來說 你們都是田徑 我的專長是 衝刺型的 對 因為你看她的肌肉 大肌肉就是 長跑對我們來講 就是冬季訓練 才會去儲備到的那個能量 我們會去跑高山啊 會去跑山路 對 但是 就是畢業之後 就比較少會出來這樣子 跑21啊 42.19 剛剛我說你還在跑 她說你看我這身材 應該還是有動一下 可是我要講小姐 你知道為什麼會上癮嗎 因為那天我們在Re稿的時候 那個你們工作人員 Re完之後我受不了了 Re到一半我就說 你這樣講 突然我就好想去跑 Re完了又跑去國父健 跑了幾圈 真的 而且今天要來 我昨天要去跑 結果我就想到 一想到 整個人就很High 我現在突然間很High 你現在還不High 我好High 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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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嗎 那個感覺 妳知道那個感覺嗎 妳知道那個感覺嗎 妳知道那個感覺啊 就是妳一聽到那個字 好嚥重 我練習就很High 等一下 我這種不運動的人 看到你們 妳剛才跑去啦 剛才有沒有看到一個老伯伯 騎腳踏車 我閃他 你有閃他嗎 這種瘋狂的腦內飛 腦內飛 腦內飛 那妳什麼時候開始跑步 我兩年前開始跑 對啊 然後開始 一年半前開始跑馬拉松 這跑馬拉松都會上癮的嗎 會 其實我覺得跑馬拉松 女生跟男生比起來 女生好像她的毅力啊 她的限定條件 比男生來得更那個 女生比較耐痛 因為女生要生小孩 女生比較耐痛 男生容易放棄 女生小孩就跑不快 真的嗎 對於忍耐的程度 比男生高很多 因為我都被男生甩 不要這樣 來 我們還是坐下來聊 坐下來 聊 你有講 你知道狗狗也有路跑嗎 對不對 現在也帶了動物一起運動 對不對 很多 很適合 好 好 你們可以把那個很炫耀的牌子 拿下來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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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們會不會得太多 有點像馬場的感覺 其實得到獎牌是最後一個 真的很開心 就是完成任務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剛剛有問那個阿楊靜 因為我其實這次是第一次跑 我只有跑10 可是她是跑40的 40啊 跑了三次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Oh my God 那第一次的感覺跟第二次 跟第三次有什麼不同嗎 我說是像生小孩一樣 第一次生了之後就很困難 第二次就簡單一點 對 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胎很痛 對 第二胎就讓她自然成 就自然就生出來 對 後面就越來越痠 我實在是覺得有點很害怕 莉亞 妳是這樣感覺嗎 妳沒有生過孩子對不對 對 我還沒有生過孩子 沒有辦法比較 妳住全馬不是也超痛的 我那時候 大家都說全馬要真的經過訓練 但是我看那個歐陽靜跑得那麼好 我就說那我也想要跟她一樣 所以就是在 等一下 他們講個數也不同 什麼叫全馬 全馬就是全程馬拉松 是12.195 這是 所以馬拉松是全世界田徑項目 唯一只有最快紀錄 沒有世界紀錄的 因為它每一次比賽的場地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它沒有世界紀錄 它只有最快紀錄這樣 專業 沒錯 對 真的嗎 對 因為有時候地形的坡度 跟氣溫都會影響到 整個跑者的狀態 對 城市不同的… 城市不同的季節 月份 還有高山啊 妳知道能跑嗎 沒有 我曾經交過一個男 說來 妳看他們都拿了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雖然都拿了 妳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跟男人有關 我雖然沒有跑過全馬 但我交過一個男 跑過全馬也不一樣嘛 這她當時跑完的時候給我的 這是11月份出紐約的 妳知道馬拉松 所以應該是 妳跑 我沒有跑 我在那等她回來 所以妳那個時候沒有跑嗎 沒有跑 而且是妳看多久 妳那天出來多少年了 1993年 21年前耶 21年前往事還留到現在 1993年啊 好久喔 所以啊 好久喔 怎麼樣 可能這個男朋友 現在已經胖也跑不動了 她還在胖也還在跑 她就結婚又兩小孩 然後這當時 因為她那時候就在跑 我都忘了她跑幾個小時 但她跑得還滿快 因為她很高大 她都一百八幾公分 跑回來的時候 連她這麼壯這麼大的人 跑回來都幾乎要死在我面前了 整個她跑回來是這樣 我給妳這樣子 已經不行了 所以我才知道說 這真的就是馬拉松的精神 是不是 馬拉松的那個 她的起人就是因為以前戰士 他們要拿那個要奪標回去 要拿任務回去 所以跑了42公里這樣 為什麼要定42公里 不是40 或者是50 因為她跑了那段距離 換算起來就是42 那個是第一屆倫敦奧運頂的 對 那跑馬拉松起源 是因為那個斯巴達 馬拉松戰役 對 那一個傳令兵跑了就是 你們那麼多牌子 都沒有人可以送嗎 都很想要自己留著 是不是 沒有 這真的很害怕 這都是自己完成的 她說妳跑過來 她說我22的時候我就撞牆 她說我就沒有辦法 可是她說我婚了 但是我心裡一直想 我要回去見Christy 我要把這給她 所以就撐到 然後她說沿路上一路上 都是救護說 很多人幾乎都心臟命發作 身體都不行的 送到醫院都急救 然後她就跑… 跑過那些人這樣 她就想到我 我想到我最後我就在終點等她 我等到她說 到底要不要回來死了沒啊 煩死了 她就越看了一個人爬的你知道嗎 她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把這給我 這樣的男人你不嫁死 你要嫁誰啊 她就這樣跑這樣 真的 真的喔 這個馬拉松跑步 其實是有精神在對不對 對 所以不只是運動 它還是磨練你的 你的耐力跟毅力對不對 沒錯 因為有人說 長跑就像一個殘跑一樣 她在訓練我們的meditation 因為她需要在每一個階段 20公里過後 又是另外一個 抑制跟自我對話的情境 自己對話就說我不行了 我還要跑 我不行了 我還要跑 但是我記得好像在跑步的時候 還有一些人會在旁邊助跑說 你可以的啊 你可以的 有嗎 有啊 會有一些民眾加油 然後還有配素緣 配素緣 什麼叫配素緣 配素緣就是預計要在五個小時完成 然後她就會有個人 背著一個牌子 她說五個小時的配素緣 然後就跟著她後面跑這樣子 比如說男生比較容易會去帶女生 女生就比較不能容易去帶到男生 為什麼 就是她領跑就是 如果你跟著她的話 你全程跑完大概 可能就是有這個時間 對 因為每一個比賽賽道 她其實時間到道路管制就會停止 車子就會開進來 所以她會叫你快點 你每一個時間跑完就完蛋了 許佳瑞小時參賽不被看好 獲得好成績讓她超得意 10公里我跑了59分 56還57秒 可是妳59分是很快 我跟妳講我很厲害嘛 很蠻有的 徐老師有新的專長的 我號碼是一定要現場 妳都叫妳說 天啊 徐老師 我覺得妳不行 妳到底吃早餐了嗎 妳這樣妳可能會昏倒 她們就很為我擔心 就覺得說 我們可能要連亂 妳就互生了 然後等到她一定要我做一個暖身 而且很難暖身 這樣子暖到已經不行 妳知道怎麼樣 我就讓我屁股擄到 如果你跟著她的話 你全程跑完 大概可能就是有這個時間 對 因為每一個比賽賽道 它其實時間到 道路管制就會停止 車子就會開進來 所以她會叫妳快點 妳每一個時間跑完就完蛋了 像我這次跑這個 其實我這次算是滿俗辣的 因為我只有報10 但是大陸 很多人連我弟弟都說 二姐 妳可以報20 妳為什麼不報 我就說因為我不知道 你一定對妳不是很好耶 叫妳跑20 對 她說我應該跟妳們一樣 都跑半碼才對 可是我沒有 但是那時候呢 他們有配一個助跑員跟我一起跑 這個小朋友她才大學一年級 是體育大學的 很年輕喔 對 就是她 然後 原來妳跑得那麼好是有她 不是 我拖累了她 因為我10公里 我跑了59分 56還57秒 她說我們在跑的時候我問她 可是妳59分是很快耶 我可以講我很厲害嗎 可以 許老師有新的專程 我後面再一下 請坐 好 10公里59分 如果說是剛開始練跑的人 一般都是會在1小時30分左右 所以可以第一次在 10公里1小時內 因為我覺得許老師她 第一 她的脂肪比較少 她的步伏比她的步平 她可以贏過步平 很輕盈 對 她不會負擔 但是像老師剛剛講 邱老師剛剛講 像一個冥想 就是跟自己對話那個境界 但是我跑的話 跟一般人不一樣 比如說那天我們要跑的時候 大概6千多個人在跑對不對 槍一想 我有在電視上看到 你知道槍一想 全部人都衝過去了 你知道我跑多慢嗎 我就跟我的這個做法員說 我說許老師 我說我跟大家不一樣 他們都衝 我說我跑得很慢 妳不要介意喔 我說我可能會拖累妳 然後就很慢很慢地跑 可是我會看我的時間 大概說我預計多長時間跑完 所以經過 我就跟她說 10分鐘以後提醒我是15分鐘 20分鐘 30分鐘之後 我大概覺得我體力夠了 然後我就衝了 所以30分鐘之後 我的速度就漸漸漸的 越加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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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嗎 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她先讓身體做一個充分的準備 真的假的 身體的能量 艾莉 我認識妳是對的 對 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她教我的 真的嗎 由我自己練的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馬拉松 她很特別 她是一個所有比賽裡面 她要贏在終點 不贏在起跑的 對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 江森燈想的時候 拚命往前… 但是這是人生的哲理 你慢慢跑… 你會後來居上 然後你要知道說 你還有多少能量 所以到了分享的時候 我就說多少時間 她說30分鐘我說OK 好 就跑 你知道我一路跑 你知道我看到誰嗎 小S Solina 全部全部過去你知道嗎 最後 我就看到全部這些人過去 然後最後看到張俊麗 我說天啊 到底前面還有誰 已經沒有人了你知道嗎 我本來想在終點在等大家 她們說不行 曲老師 妳跑太快了 我們還沒有接到 她們要跑回來的電話 我說蛤 那我就回到帳篷裡去等 然後最後等到小S社回來的時候 她第一句話就說 妳很差勁耶 早上還看起來妳弱不經風 妳這樣講這樣講知道嗎 可是我要講的是 當天其實去跑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五點鐘在那邊集合 然後她們就說要帶我們大家 做一個暖身操 我其實是 我跑之前沒有做那麼劇烈的暖身 我有自己的暖身 但沒有那麼劇烈的暖身 她們就說一定要做 然後現場的人對江森燈說 天啊 曲老師 我覺得妳不行耶 妳知道吃早餐了沒 妳這樣子妳可能會烘倒 她們就很為我擔心 就覺得說我們可能要聯絡 對… 我看妳的樣子其實是很好 然後我就說OK 我說我跑之前 我大概一個半小時 兩小時我都不會吃東西 我希望的功夫是最好的狀態 我不要有任何感覺 那妳不會血糖跑低的嗎 其實這是一個風險如果 對 後來有喝一點點東西 老師就叫我再吃一點點 我就說OK 然後等到她一定要我做那個暖身 而且很難的暖身 這樣暖到已經不行 妳知道怎麼樣 我剛剛把我屁股扭到了 我剛剛講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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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做什麼教練 妳能不能示範一下 其實現在非常有名叫做 動態伸展 有沒有聽說過全世界最好的伸展 所以她可能會做 暴膝 跨步 這就是會抽筋的對不對 對 做熱身 前面熱身不足的 她可能在這裡就開始拉傷 還會做一些軀幹的旋轉跟上旋 再回來 所以這個熱身的特色是 她會延展肌肉同時又活化了肌肉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如果不… 對 然後我還要一直按摩我的屁股 想說天啊 快點 30分鐘以內一定要給我消掉 這樣等一下去老師真的不能跑 妳都會做嗎 我都一定會做 因為其實跑前的暖身 跟跑後的伸展 是比跑步本身還重要的事情 跑完了還要做伸展 一定要把肌肉拉長 才不會說很多女生擔心說 跑完蘿蔔腿很粗 對 所以我看你們的腿好細喔 在伸展前大腿肌的時候 就是把找一個可靠的長壁扶著 然後把身體往後拉這樣 然後可以感覺到說 前大腿肌肉是被拉長的 然後還有小腿的肌肉 可能也可以是腳交叉 然後這個是後側整個肌肉 這樣子拉它拉長 好痛… 這個很痛 沒有辦法講話了 對 這會痛是不是 對 會感覺到肌肉被拉長 後側的整個肌肉會拉長 然後另外一邊也要記得做 這樣才會平均 跑完拉超痛 剛跑完馬拉松拉超止痛 你也要做這個嗎 都要 都一定要 上次我跑完之後回去 拉筋完了之後 我回去泡 痛嗎 也要泡冰水 因為我很怕晚上睡覺會抽筋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對 所以我就會先泡冰水 然後全身都泡冰水 泡完之後然後再洗澡這樣 讓你的肌肉收縮 泡冰水 讓肌肉收縮一下比較不會 它才不會 不是應該泡熱水 不行 要先泡冰的 它會加速我們的 因為我們肌肉在運動的時候 會產熱 會有過度的化學反應 而你又加熱的話 化學反應更多會破壞肌肉的纖維 所以其實泡冰水 它是一個降溫 減低發炎現象 同時因為冰水會讓肌肉收縮 所以它本身肌肉就會把肺氣 再趕快帶回我們的心臟 因為慢跑其實就是一個熱身 既然你要慢跑 你熱身就不用再慢跑了 對 所以就拉拉心 讓你的肌肉 筋骨能夠活絡起來 邊跑 你的身體就邊熱了 其實我是覺得 在我看這麼多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號碼是你報名的號碼嗎 對 就是報名的序號 46477是誰 這一整面牆都是我的 她把家裡一面牆切過來了 這貼在家裡 這個紙是貼在你身上的嗎 沒有 別在衣服上 哪小別針 別的 別的衣服上它不會濕嗎 不會 它的材質是 有四個小口 對 它材質是防水防破的 號碼布 對 號碼布 你到東京也去跑 東京馬拉松 還有舊金山 然後還有櫻谷屋 關島 上海 香港都有 你以馬拉松為業喔 對 上面那一張 最上面那張3030 那張不是我的號碼布 它是我們台灣的奧運國手 張家哲跑倫敦奧運的號碼布 張家哲 對 他送給我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對 那為希望而跑001-1 那是公益活動 所以妳是第一個是不是 對 就是我領跑器官捐贈的活動 我跑是因為想告訴大家 連我都能跑了 妳一定可以 那個是我跑台北馬拉松的 全馬的時候 我把它貼在背後 然後後面我很感動 因為那一次台北馬拉松是下大雨 而且我們全馬組的 男生人數是女生的19倍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女生 對 然後妳在跑的時候 結果後面 會有人跑上來跟我講說 他說看到我後面寫的話 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也記憶到人家 所以一邊跑還在一邊聊天 在聊女生整形耶 豐胸手術耶 真的假的 然後我想說 那我跑了幾天之後 又在他們後面 我又在聽 放慢速度一聽 那個男的還跟他說 你知道嗎 女生做完這個龍胸之後 你要按摩 不然他會硬喔 我們在那邊講半天兩個男的 他們也太不賴了 媽媽貼心陪練習 卻將補給品吃光 讓歐陽靜超傻眼 跑出拳馬之前 我自己去河濱要跑一個 36K的LSD練習 我媽媽自願她要當水 就是補給車 我跑了跑了 我就折返了大概10公里之後 結果我媽怎麼不見了 我就又跑大概快10公里 回去找我媽 結果發現我媽坐在路邊 她在從此之後 我去練習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準備水壺腰彈 妳要按摩 妳要按摩 不然她會硬喔 妳要按摩 妳要按摩 在那邊講半天兩男的 她們也太不累了吧 我想說妳是醫生嗎 還是說妳建議妳的 妳要按摩嗎 妳要做嗎 歐陽姐 跟妳媽媽跑不跑呢 我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我要跑出拳馬之前 我自己去河濱要跑一個 36K的LSD練習 就是Long Slow Distance 一個長距離慢跑練習 然後我媽媽自願她要當水 就是補給車 她要騎腳踏車 然後她放便包跟水 她幫我補給 結果我在那邊跑了跑 跑到滑江橋過了之後 我媽講說我休息一下 我說好 沒關係 那我就繼續跑 我跑了跑了 我就折返了大概10公里之後 結果我媽怎麼不見了 結果艾甄姐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媽 我說妳在哪裡 我們她說她在什麼什麼橋下 結果好 我就又跑大概快10公里 回去找我媽 結果發現我媽坐在路邊 她把我的水跟植物全部吃光 她也塞了 然後再說她鐵腿 她說她鐵腿 所以從此之後 我去練習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準備水壺腰帶 我就再也不找艾甄姐陪我跑 妳應該找她騎摩托車之類的 對 對 她可能還是會鐵腿 她可能還是會鐵腿 對 她可能…她沒想到妳 妳能夠跑得比她快是不是 沒有 她騎腳踏車 她騎因為她沒有在運動 通常跑的人旁邊的人 都有騎車在旁邊對不對 對 可以幫她當補給員 讓她跑步比較輕鬆 因為對於長跑者 每一個定時的補給是非常重要 可以增加她的續航力 我都靠自己 我覺得看到她的皮膚 跟王莉亞的皮膚 妳的皮膚 我跟曲老師是一組 我們曬不黑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莉亞 妳如果走出去 妳說不是運動 好像沒有 其實如果 如果是走在那個運動中心附近的話 旁邊的人都會以為我是那個教練 她也很虛榮 就教練好的 而且我跟妳說妳長得很像那個模特兒 但妳是教練 我跟妳說我們想說 妳比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跑那個馬拉松的時候 還要黑耶 對啊 她看起來 我第一次問她說 妳幾天沒有回家了 真的跑 因為很真的運動 讓人家好開心 然後我會覺得說 很接受自己會變黑的狀態 而且每次一跑完整我都超害的 我覺得說 天啊 我是史上無敵女金剛 我再不太飛了 我覺得我實在太完美了 天啊 看這幾個 我的天啊 一定很美 妳知道嗎 結果被想到回到現在的途中 在路上一照鏡子 好美 眉毛都沒了 每個人走成那個樣子 每個人噴透成這樣 可是跑完整妳覺得說 我想像我的那個畫面 跟我最後我看到 我都嚇壞了妳知道嗎 因為曲老師說 她怎麼樣出去都要畫眉毛 對 一定要畫 那天我一看到 大家開始在跑的時候 我就很注意看 曲老師 眉毛呢 我還三點快就起來 洗澡畫眉毛 想說今天眉毛要給它濃一點 最好有噴氣 給它固定 不要讓它散掉 結果不是 你跑完你出的汗喔 全部洗掉了妳知道嗎 你剛剛不是一樣嗎 我告訴你 老師 這個是我請我那個豬跑 那個學生幫我拍的 因為老師快到終點的時候 我說 曲老師 這很像在競選妳知道嗎 不是 我心裡想的畫面是這個樣子 我心裡想說天啊 我聽說一定很美 我說你快點拿上去幫我拍 趕快拍 我說這種漂亮的樣子 最幫我拍 結果要拍完回來是這樣 還想拍起來 妳知道跟其他156公分 然後我心裡想的 跟我的影原始呈現差多少 這根本 不過曲老師我覺得 妳這個照片出來 讓所有全台灣女生都非常有勇氣 都願意跑了對不對 都願意會跟著妳跑 都願意去跑 沒有 妳看到張六陽 這是曲老師嗎 不是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那天啊 小S啊 張俊麗什麼 大家缺老子都出來跑 我覺得是很鼓勵 鼓勵大家 因為就是又白又肉的人啊 都可以出來了 還有一個更厲害是 賈靜雯跑得超好的 她好像說她12月去跑得太魯魂 她也在跑啊 對 也在跑 她跑超快 她跑得非常… 但我覺得Selina能跑完 也是一個很… 那個超棒 是我們女生的驕傲 對啊 她爸爸也是一直在跑對不對 但是像 Selina 好厲害 她其實跑步對她來講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 非常棒 而且她要 我們前一天因為我們一起錄影 錄到凌晨大概12點半 一點 所以她等於是 我們1點半才睡覺 我們3點半要起床 然後當天碰面的時候 重點是最感人是 她在跑的時候 她並不知道任爸在那邊 卡 在人愛路上 然後是她的 可能是粉絲拍到了一個任爸的背影 然後她其實已經跑過去了 那個超好感動 好感動 而且至少她眉毛還在 她本來就有好不好 沒錯 重點 你看 教練的眉毛就很厲害 是不是 她自己有眉毛 她不怕對不對 因為她就不用化妝 不用了 是不是 所以跑步的人 對不對 有道理對不對 有 其實這個裡頭我看到 妳還當過領跑員 對啊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很特別的經驗 但在當領跑員之前 要先跟視障朋友們一起訓練 然後他們 你是帶他們跑的嗎 我帶他們跑 然後他們其實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你是牽繩子嗎 牽繩子的 一開始會想說 是不是我們每次要出門運動 就一堆藉口 說我覺得腳有點痛 然後天氣有點不好 但是他們是看不到的朋友 他們也一樣是想要 可以享受運動的這個快樂 對 那妳牽 要是我的話 被妳牽我會很害怕 妳腿那麼長 我得跑幾步才那個這樣 而且她手比較高 會不會跑變這樣子 沒有 其實到最後我就會變得 有點這樣子 因為經驗不足 我這一整半邊其實都麻痺了 因為我會希望他們可以跑得好 所以我就只有用一邊的那個力量 因為妳要牽一個小小的繩子 然後配合著對方的速度這樣子 這也很難吧 對 因為兩個人的節奏跟呼吸 都要搭配得好 才會跑得舒服 而且要信任 對了 其實他們說跑步呼吸非常重要 因為有一些人會講呼吸的節奏 吸吸吐 但是如果太刻意講節奏 反而吸不到空氣 所以我建議叫做 呼吸的目的是要讓妳的身體能量 比如說脂肪或者是糖類 能夠燃燒得夠完全 所以妳要感覺真的空氣 又進到妳的肚子裡面 其實我們叫做腹式呼吸 進到肚子裡面 然後充分的把它吐出來 讓二氧化碳吐出來 叫做完整的呼吸就足夠 妳會嗎 好 妳可以把手放在我們的肚子上面 好 吸氣的時候 要感覺肚子是往前頂住妳的手掌 頂住 吸耶 一直吸 對 吸的時候 它應該是要飽滿的 然後吐氣 吐到底的時候 肚子是往內壓的 可以用嘴巴吐氣 我正好是相反 怎麼辦 相反通常這個呼吸法 會變成是胸式 呼吸的容量會比較短 我們叫做 是不是這個學好之後 可以順便瘦身減肥 沒錯 其實有時候 因為可以縮小腹對不對 沒錯 其實深層的呼吸 或叫做完整呼吸 好 再來一遍 小燕姐 我不知道 我再講一遍 就是說我吸的時候 要感覺肚子頂到我們的手掌 往外頂出去 然後吸到飽 然後吐氣的時候 感覺肚子用力往內收縮 其實也是我們所謂的 核心的訓練之一 其實用嘴巴呼吸 比用鼻孔呼吸 進來的氣還要大 對 用嘴巴呼吸嗎 很多人都是用鼻子呼吸 吸到後來會這樣 所以要進入就是 要用嘴巴呼吸 進氣量才會大 長吐長吸 你一個深呼吸 你就可以跑個四 五步以上 如果你量吐量吸 就三步而已 教練 我常常看到人家在街上叫 這應該嗎 兩種可能 第一個 他真的跑很快 第二種可能就是他的呼吸 本身是不穩定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跑步 沒有訓練 就自己覺得叫跑 我在街上看 你這樣有用嗎 可能對身體不好吧 其實不好 有可能是他的體態影響 他如果是駝背的 其實他的氣管是被壓迫 他必須更加的用力呼吸 他如果把身體挺起來 整個氣體進去就會很順暢 那要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我們最好就是要先把 站姿這樣好 然後 很多人會抬下巴旁部 其實你會截到氣管 微縮下巴 然後感覺剛才吸氣的時候 是一樣頂到我們的肚子 吸 然後吐氣 吐到底 其實這就是一個完整呼吸 吸 吐 對 大概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 跑呢 對 跑 我受不了 見過一下 對 我要跑 怎麼跑出去了 你是不是有說你想要再跑步 學習復習復習 你把雙手先跑步 對不對 對 把雙手放在肚子 然後去學習剛才的深層呼吸法 吸氣 然後我們一起 感覺肚子頂到我們的手 沒有辦法 我不協調 等一下好 再來一次 好 慢慢的 吸氣頂到肚子 對 然後吐氣 感覺肚子用力往內收縮 而這個好處 同時會固定你的腰椎 我們的脊椎也才不會受傷 對 充分利用腹式呼吸法 我累了 好笑 你們跑慢一點 我那天看了有一個人 他這樣跑步… 貼了一個在聽音樂 這樣跑跑跑 全身是汗 他跑到一個地方以後 他就往後跑 倒的跑 有很多這種人 是為什麼 有些人想要平衡身體的肌肉 就會有正面跟倒退跑的概念 那不是很危險嗎 你會倒退跑嗎 其實很少 我們人長的面向 就是要往前行走的 其實沒有那麼限定 但每次偶爾會遇到一兩個 我會有這種人 跑步我旁邊都這樣 我還有夢想 倒退跑拳嗎 對 還是有 有 有倒退跑拳嗎 倒退跑拳嗎 對 是很危險 好會抽筋吧 而且有一派的概念認為 倒退跑 它可以預防膝蓋的受傷 因為正面跑我們的落地 直接落到我們的前腳 我覺得我們這一整集 就這樣跑得很滿好的 我覺得一個人才真的 多憨 對 而且我跟小燕姐 我問你們 我們來聊一下 你們跑步的時候喜歡聊天 我最喜歡一邊跑一邊 跑一邊聊天 我是愛的 一邊跑一邊聊天 對 一邊跑一邊聊天 這樣才好 這樣才好 每次我這樣跑的時候 我經紀人都說 我現在講話 我說不了 而且人家說 跑步講的話是最真實的 對 最真實的 那我們現在一人來講一句真實 真實的話 這句好荒謬 我說句實話好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男人了 雙腳與肩同寬 寬主導 往後 追 OK 停在這裡 重心 百分之七十 放在足弓的後方 七十 對 七十 這個好難實話 對 太棒了 確實 對 OK了 我們在家練好不好 就是這樣 下藝人來講一句真實話 真實話 被小紅 沒有 我說句實話好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男人了 你很久沒有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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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你沒有講實話 我講實話就 你不要講一句話 我都結婚了 不要這樣話 不是 各位 我這已經是錄到第五集了 對不起 沒有講 對 如果今天第一集錄這個 我後面怎麼錄啊 我現在都可以好樂心沒關係 就繼續吧 你 其實這個 這個 常常人家說年紀大的 因為我要替年紀大的人說 跑步有的時候對膝蓋不好 沒錯 其實對於年紀大的 他本身就會骨質疏鬆 或者因為長期坐著 肌肉都鬆弛 太好人家講我 但是更不用擔心 你只要找對教練 幫你找回你的髖關節 屁股的力量 所以有沒有聽說 跑步是靠哪裡跑的 屁股 屁股跟髖關節 這個可以教育的 比如說最簡單 雙腳與肩同寬 先學會怎麼做 你未來就會跑步 屁股主導往後推 推到90度 然後上來 好像要跟人家揉到一樣 對 屁股往後推 其實也很性感 然後上來 保持肚子縮緊 所以對於初學者 我一定會教這個動作叫做 運動員蹲姿 運動員蹲姿 對 就是 雙腳與肩同寬 寬主導 往後推 OK 停在這裡 我對嗎 停 可以…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 重心 70%放在足弓 足弓的後方 什麼叫足弓 足弓在這個地方 我都是腳窩這邊 腳窩的 放在那裡 70%放在足弓的後方 對於初學者可以刻意的把持 70% 對 70% 70% 好可算喔 對 妳在這裡 70% 對 OK了 我們在家練好不好 就這樣 不好看 你們 就我的動作不好看嗎 沒有動作好看 不是 因為妳現在穿的鞋子 有一點內增高 會對妳的腳踝壓迫過大 會 因為那角度不是人原本的角度 但是一旦能夠把這個屁股 重心抓尾 現在非常流行叫做 臀部肌肉的火化 所以我們就會做可能 髖外旋這些動作 這樣其實很累耶 真的 這很難耶 什麼可能 這就是那個肌耐力的 對 單腿 所以真正你要感覺的是 髖關節的肌肉的收縮 對 髖關節很重要 對不對 沒錯 我現在終於想清楚 我不能再坐在那裡 所以呢 我就帶了一個這個 我讓我自己一天要 走多少步 一萬步 我都在哪兒走啊 家裡走 家裡走 這樣 一萬步耶 一萬步其實很多耶 好啦 你走吧 快走 還是要動一下 抓到機會就是要動一下 你在幹嘛 不是 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正確的 可能跑步會傷我的膝蓋 我覺得快走還不錯 其實比較緩和 而且一萬步是非常棒的方法 真的嗎 但是這一萬步喔 有一點就是 等一下 小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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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上這首我可以這樣嗎 沒有用 我告訴妳 一定要站前走 她才算 對 我第一個戴上她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這樣 一直這樣子看到 算不算 不算 但其實現在有一種 Power Walking 它是不是以後也會列入 運動項目之一 會 正式項目 正式的奧運項目 正式的奧運項目 對 其實看起來很好笑這樣 對… 對… 好像不彎 不彎膝蓋的那個 沒有 他們 不彎膝蓋 沒有 我有看見跟妳這樣 我覺得妳走得很好笑 對 選手可以走到底跑得還快 真的嗎 因為他們這樣走 其實都是在放鬆的 如果你沒有驅出去的話 你的部份會不會那麼大 沒錯 因為她的腿就要變得更放鬆 才能夠讓她是甩出去的 因為她是用讓關節甩出去的 老師可以走一次讓我們看嗎 大概就是 好像很累 對 好像很累 對 是這樣嗎 腳步太快 好快喔 我好適合喔 好難 很可愛耶 很誇張 很誇張 我就是包比娃娃走過去 真的很好笑 但是我們千萬要小心不要扭到 對 要熱身 要熱身對不對 對 有套有東西 所以每一個動作前面 就像我這樣快 就這樣走路也要熱身嗎 其實我還是建議熱身 熱身它有兩個意義 它是保養的開始 對 它可以預防受傷 第二個 它可以讓你在走的時候 用到更準確的關節控制 比如說很簡單 你要走路 那你就先做寬主導的台膝 台膝 你可能如果沒有辦法平衡 你就可以摸著一面牆 台膝 感覺是用我們的寬關節的上緣 台東 台膝 台膝 對 台膝 每一個腿要做多久 每一個腿大概三十下 三十下 你在快走之前 你先做這個準備 可以幫助你走路的時候 是用你的寬關節做跨步 這個還OK 還不錯嘛 對不對 對 那今天就先這樣了 你幹嘛一直想跑呢 一直想跑 其實熱身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對 而且台膝有一個技巧 就是把這個腳踝 把腳踝往上 你就可以抬得比較輕鬆 如果你一直往下到 這樣就會很累 非常正確 怎麼樣 什麼意思 台膝 我們叫做Triple Flexion 就是寬 膝懷都要共同產生 一個曲曲的角度 所以腳要這樣子 對 比較省力一點 對 而且它待會兒 當我們的落定的時候 腳踝最後也才會產生 一個緩衝的動作 它從曲曲到緩衝 到底是要腳尖先嗎還是腳跟 看速度 衝刺當然就是前腳掌 但是如果像我們一般均術的人 大概就是足弓為主 從足弓開始為主 那快走的話也是腳跟 就是會從腳跟 不同的步態 對 如果你腳尖使用過多 我可能這樣子做30下 我就已經累了 這樣就等於是運動到了 你有運動到 對 這樣就等於是運動到 你開始燃燒指紋了 對 而且剛才開錄到現在 小燕姐妳好像又瘦一圈了是不是 怪怪 平行喔 平行喔 好會鼓勵 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 那天我 像我跑的是10 妳好像是20嘛 對不對 其實20她沒跑完之後 整個會瘦一大圈下去 對不對 所以感覺有一點點脫水 然後人就消瘦 而且跑21的時候 妳會發現 真的 這個很危險吧 很可怕 因為我在跑的時候 本來是我跑一跑 什麼休息區 怎麼會有餅乾跟香蕉 太誇張了吧 怎麼會跑到肚子會餅 我跑到第16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 感覺好像真的會餅 妳就拉起來吃 然後全身都噴滿那個雞了 對 要不然的話 我到後面其實 最後兩公里 幾乎是靠上半身在帶 我下半身只要動就抽筋 我也是啊 他們一開始沿路不是有水嗎 所以我們那個駐跑的時候 去好身上來喝 我說怎麼可能不喝不喝 到了最後三公里的時候 他說去好身體還是三公里 我說還沒有完啊 我就拿那個水 你知道我拿不到 我水在拿 然後還沒有喝到 就是散在腳上說 Oh my God 要這樣 可是你拿到的話 你又小了幾早鐘 這個跑全馬真的像生小孩 是不是 這樣可以想像了吧 全馬真的是生小孩 我看那張照片 也像剛剛生完小孩 不好意思 她一直跑發開 等一下 其實不能偷跑 因為鞋子上 對 有一個這個 它有晶片 對 就別在這個鞋帶上面的 沒辦法偷的 不能 沒辦法偷 不能 因為這個東西 就你一開始的時候 一個踏的 跟你每到點一個踏的 你知道它踏上去 它是感應的 對 所以時間記錄得很好 沒辦法是不是 所以這個活動還滿有細節的 滿科學 滿專業的 叫你一定要知道那個踏上去 然後最後你可以 台灣路跑的那個協會 你會看到 全部的時間 每一次的跑步 你的時間在哪裡 看的名字跟你的牌子 所以其實要作弊 其實沒那麼容易 我覺得你們也看過 跑跑跑就昏倒的人對不對 還是很多 有一些人會有 就是流汗過多 或者是他前面的 營養補充不足 都會有昏倒性 通常受傷的都是那些 看起來很壯的 因為跑到後來 他就是要抱著肉跑 通常不會受傷就是像這樣子 就這樣非常健康 只要是這樣子 所以抱著肉跑就不行對不對 因為跑到後來你會發現 因為他不是會給你戴環嗎 我覺得那都 都是附和 我都想要把它塞到褲子 都用手環 都是附和 在你的手上 然後還有 像我跑的時候 我把手錶全部都拿掉 然後最好不要越何… 對 衣服越輕越 連一個… 沒有不行 沒辦法可以 連一個重板 一個鑰匙在我身上 有叮叮叮 我感受到都不行 因為跑到最後的時候 我連跑得很累很累 我弄到我的汗 我就覺得天啊 汗都十公斤吧 因為你想要越輕越好 把它跑完 然後你到最後 像我最後一公里之後 我已經不行了 我就跟我說話好多 因為研讀我都在講話 一講話 他說 妳不講話 妳應該是換氣比別人多 因為妳都在講話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大概快撐不了 我說要不然 我說 妳講一下妳的醫生給我聽 我請問她回光返照的時代 妳知道 對 然後她就說 曲老師 我的醫生 我說對 妳說靜雯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妳什麼樣的家庭 對 妳什麼樣的家庭來的 妳爸媽做什麼 我說我只要聽就好 我真的沒有辦法 最後她就講她的醫生給我聽 我不知道她講了什麼 然後講到她十九歲 就一睡覺慢慢講 然後就看到終點 我就衝上去了 沒有辦法 我是她的醫生 陪伴妳走最好 她就一直跑步 對不對 已經不行了 但是跑步有很多的時候 妳腳會什麼瘀青 這個都很痛吧 過度疲勞都比較容易 有時候如果腳指甲忘了剪的話 後來就會覺得瘀血什麼 我指甲整片掉了 我都黑了… 我就是跑完兩個拳 然後我的大拇指指甲整個掉下來了 因為我們腳底如果是受傷 很容易被感染 有例子就是 教練 我有聽過 聽說有選手會去拔指甲 還是要 就是如果說真的有黑指甲的話 但是如果會出現這個情形 兩個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選鞋子 因為其實我們是中方人 我們的炫頭寬 所以很容易太合就往前頂住 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跑的技術 可能太多是緩衝 就直接衝到我們的腳前面 對 抽著腳跑 對 抽著腳跑 對 所以用鋪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對 其實正確應該要用 腳跟著地才是對的 因為腳跟著地 其實它有一段距離是 腳掌著地嘛 然後一直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蹬出去 你確定嗎 你應該教練沒有這麼說 真的 這也是一種正確的 他們也是一種 有兩種方法 我記得 如果真的是很初學者 其實還是用腳跟 對他們的保護會比較大 尤其是公路上狀況比較多 沒錯 但對於開始有認真跑 它會從足夠 它自然而然就會去修正跟改變 那我要講 所以我這一次就是 有像歐陽晶的狀況 你知道 我並不知道 對 這樣 因為我跑完之後我就去 然後大家問我怎麼樣 怎麼跑那麼快這麼好 我說對啊 我說 可是我感覺我講好燒起來了 好奇怪喔 好像拿下在跑一樣不得了 就跟他講完聊完之後 回到家一拖鞋 我說Oh my God 我的腳沒有拖到 我的腳是為什麼 紫色 紅色 我嚇死 我說是起火了嗎 然後趕快問他們 對 他們說要按摩 妳是啤啤鳥 跑到起火 妳跑完之後有沒有做這個… 有啊 都要做 有啊 都要做嗎 要做啊 一定要做 我跑過一個 315公里的接力賽 跑完沒有人在做 已經最後都瘋了 我可以坐下來嗎 可以 我也會一直要撤了 不好一直做 但是我覺得 其實因為像你們 有的時候就 有教練 有什麼 其實很多人說為了健康 就傻傻在路上跑 其實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覺得第一個 空氣品質是常常被忽略的 所以在台北市的話 你要選對時機 不是很早 就是可能要稍微在郊區的 像河濱公園會比較適合 如果是症狀我就不適合在市區 第二個就是 你要注意路況 可能是高低起伏 你要熟悉 還有安全性 有些巷子也是要注意 特別是女生自己去跑步 那我要講 很多人都說 曲老師妳跑的時候 為什麼不戴耳機 聽音樂 不行 因為我要聽後面是誰跑過來 腳踏車是很重要 你要知道那個鈴聲對不對 一定要聽到 或有人走過來或怎麼樣 或有車子一定要聽到 還有斑馬線 那個下雨天斑馬線要特別注意 很滑 因為我們台灣都會比較古 比較高一點 那個很滑 所以天天我們跑步是為了健康 但是不要因為跑步 反而傷了健康對不對 沒錯… 其實如果說 跑步是為了健康 其實建議還是 然後先跟群組 有一些會有路跑的團隊 他會有一些人去指導 就會跑得更有方向跟目標 如果只是自己要運動的話 可是還是要找一個教練 其實比較好對不對 每天跑到這樣 下次碰到他 我要勸他 你要不要當個教練 對不對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就這樣跑步 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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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